全球第一線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學翁呂中副教授 教授好 一輪主播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教授我們首先要來談談中國大陸國防部長李尚福 參加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他在演說之中再次提到台灣 還警告外來的勢力不要干預中國大陸內政 我們要請問教授李尚福閃電出訪雙二 是否代表中國大陸現在是希望加大跟雙二的軍事合作 來抵抗西方呢 我們從李尚福訪問雙二 基本上我們看到的好像是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更加的緊密一些 可是如果我們要實質來看的話 雙方的關係可能還是在象徵性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中方跟俄羅斯之間 其實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真正的成為結盟的盟友關係 而是在戰略意義上面變成所謂的戰略夥伴 這兩者之間盟友跟戰略夥伴最大的差距 是在於戰略夥伴其實是針對雙方的戰略目標一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進行一些合作 不是全盤的要為對方兩肋插刀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而雙方之間目前最大的戰略共同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要降低美國對於俄國跟中國 對於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自己的威脅的程度 就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結盟達成一種威嚇的效果 所謂的秀肌肉象徵性的意義大於實質 實質是真的要進行兵凶戰爭的準備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像是要雙方合作起來來秀肌肉 那為什麼雙方之間不會走得完全的變成盟友呢 其實主要還是在於目前俄羅斯跟中國在全球的形象上面 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從北京的角度來思考 俄羅斯是不是要跟俄羅斯完全的走在一起 目前的烏俄戰爭北京非常清楚 俄羅斯在全球的形象是非常的負面的 當然中方也有很多的負面的印象 但是是不是要真的跟俄羅斯完全的貼在一起 面對西方國家的時候 中國跟俄羅斯可以站在一起強調 要對抗共同來對抗所謂的西方帝國主義 但是中國也要同時思考在開發中國家 尤其是針對中南美洲東協 以及所謂的非洲國家 中國其實想要表達的是一種全球安全戰略 要維持他們的之前所說的全球安全戰略 也就是結伴不結盟 對話不對抗 而且要全球共同來一起來發展 全球共好來共創和平 共創繁榮 如果他們的全球安全戰略的目標 是希望很多的國家看待中國的態度 是比較正向的 那麼跟俄羅斯的關係 就不能夠走得完全的一致 至少不能在烏俄戰爭還沒有結束之前 就完全跟俄羅斯貼在一起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在現在李尚福訪問雙俄 其實是面對現在的美國 所帶來的威嚇的壓力 做出一些反制的行動 象徵的反制意義 比實際上真正的軍事結盟 是來的更強一些 也就是說救肌肉是有的 但是真的要對抗 恐怕還是在表面上 而不是在實質上 好 那另外這個也算是象徵意義嗎? 還是有實際進展呢? 因為美日韓三國在明天 就要舉行首次的三方峰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這目的在強化合作 不是針對中國大陸或是北韓等等 那中俄兩國則是認為說 這是印太版北約的起手勢 我們要請問教授 您認為亞洲小北約是否會就此成行呢? 這對台海有沒有影響? 是 對台海有沒有影響? 我們先說結論 剛剛英文問的亞洲小北約到底會不會成行呢? 亞洲小北約要成行的難度是非常非常高 原因是因為整個亞太地區呢 事實上現在大家對於中國的態度 雖然可能印象是負面的 雖然是反感的 可是說每一個國家 各個國家跟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或者是愛恨情仇 其實糾葛的程度是非常複雜 也就是並沒有一個共識 並不是已經達到了所有亞洲的國家 都積極地想要跟中國切割 或者是跟北京來撕破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真正地達成所謂的軍事的同盟 難度就會非常高 當然對台灣也會有影響 我們首先說到 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看到東北亞的群世 雖然美國、日本、韓國走得非常的近 美國也真的希望日本和韓國 都能夠站在美國的這一邊 全然地跟中國擺出非常強硬的態度 可是我們知道 按照現在的這個想法 如果真的要成為亞太的小北約的話 日本現在就必須要修改 他們的和平憲法 否則所謂的北約組織的這種架構 希望各國受到任何的盟友 受到威脅的時候 都要採取軍事行動 做出對外的援助的計畫 日本現在的憲法 就已經讓所謂的亞太小北約 很難成形 再對韓國來說 如果真的成為印太小北約 對於韓國本身也要思考 面對中國到底要不要撕破臉 韓國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是北韓 而不是中方 雖然對中國可能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可是也沒有到要撕破臉的狀況 更不用提韓國到目前為止 跟中國的貿易額度 還是在韓國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的部分 這種情況 我們再把它放到印太當中的 像是印度或者是東南亞國家 我們大概就可以了解為什麼我們說所謂的印太小北約 或者是亞洲小北約很難成功 可是即使亞洲小北約不會真的成功 是不是就代表真的沒有辦法來做出威嚇 或者是做出嚇阻的合作呢 其實也不然 因為只要情報願意交流 政治是共同的軍事演習 如果真的能夠落實 其實在亞太地區還是有一定的 所謂的合作的夥伴計畫 可以來造成對印太地區也有這種威嚇 或者是穩定局勢的效果 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台灣是不是能夠得到這些國家 亞洲的所有的盟友 當然包括美國在內情報的互通完全的透明 更重要的是 到底在軍事的演習上 軍事的演習的合作上 台灣是不是能夠被納入 只要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是美國每一年的所謂的環太平洋軍演 台灣到底能不能受邀參加 如果連環太軍演都至愛難行 都沒有辦法讓台灣參加 那麼我們就還問未來的所謂的軍事的合作 或者是亞洲的國家要如何來支持台灣 所以我們在台灣雖然看到 或者是聽到所謂的亞洲的合作 或者是大家都在講說 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 可是台灣也要自己思考的是 面對現實究竟能夠做到哪些事情 以及究竟哪些觀察指標 像是我們說的是不是能夠納入台灣 在印太軍演當中 這種指標如果還沒有達成 在達成這些指標之前呢 可能台灣要做的準備 要自己做的準備要更多一點 而且要更務實來看待 所謂的軍事合作的計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